欢迎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战书涵 新闻一开始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公布 他们2020年国民经济数据 但您看到是去年国内的生产总值 在疫情之下GDP是成长了2.3% 尽管这是40年来的一个新低数字 却是疫情当中全球主要经济体 唯一的正成长 而GDP的总量则突破了100兆大关 达到的是101.6兆人民币 将近了440兆台币 在全球的经济占比当中提升到了17% 人均的GDP也有72447元的人民币 是第二年超过了1万美元 但是城乡的贫富差距却是持续的在扩大 中国大陆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2.3% GDP总量突破100兆大关 达到101.6兆人民币 将近440兆台币 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也从2019年的16% 提升到17% 在疫情的这样一个严重冲击之下 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量力的发展成绩 这个实际上也表明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这个转型调整 转向高质量发展 它所形成的一系列的重要基础 它是有强大的能力 其中人均GDP 72447元人民币换算下来 则是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中国大陆也成了全球在2020年唯一出现正成长的主要 经济体以及经济复苏的主要推手 但尽管如此 全年2.3%的经济增幅 仍创下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新低 另外最新公布的非制造业指数也不如预期 新年的春节落在2月的中旬 那么假日的因素 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 还是较以往会大一些 2月份的制造业的市场 活跃度有所下降 景气水平也有所回落 大陆今年2月非制造业PMI指数 比前一个月下滑一个百分点到51.4% 虽然显示景气有所回落 但仍维持在50%的门槛之上 专家也预测 春节假期只是短期影响 并不会延续到3月以后 短期因素的这种影响会 在3月份以后就会基本结束 整个这个生产经营的活动 开始进行的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发展 而以建筑业来说 虽然同样成长放缓 但新订单指数成长了2.2个百分点 达到53.4% 就连商业活动指数也预计会大增14.6% 建筑业的这个新订单指数 实际上在2月份回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建筑业也会要有所回升 投资对经济的平稳增长的这种作用 会进一步的凸显 不过近期就让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一以为傲的 或许就是让将近1亿的农村人口 终结绝对贫穷 2020年除了是疫情严峻的一年 也是中国大陆第13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而在13.5计划期间 大陆GDP每年平均增加6.5兆人民币 比前一个12.5计划还多出1兆人民币 而过去8年来 大陆从中央省到县市 共投入约1.6兆人民币的扶贫资金 如今完成了全面脱贫 下一步则是要振兴农村 预计将把大陆国务院直属的扶贫办 改组为乡村振兴局 我想是不如 这种好小 也是做梦 你真是在做梦 我做梦也要认出 没话 慢慢的 不过综合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来看 虽然2020年大陆农民工人的月均收入 比前一年成长了2.8% 达到4072块人民币 但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则增加了3.5% 达到43,834人民币 显示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TV新闻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